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,资料图,近日,被美军经济制裁的伊朗在遭危机,原来是一直与伊朗敌对关系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, 尽突然公开对外宣称,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,以色列绝不会袖手旁观,并称如果伊朗继续对霍尔木兹和曼德海峡进行封锁,将会加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来,必要时刻将会动用核武器,伊朗最高领袖还没那一资料图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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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